大家好,我是桑普,歡迎大家來到這一節的桑普頻道 今天23號,今天我就是下午會錄新竹 去和吳嘉隆老師,有幾位明居正老師,吳慧林老師 一起去一個forum,講一些國際局勢,台灣大選,美中關係等等的議題 整個流程我估計有三個小時 那我都要準備一個好一點的 speech,有些free time 可以講一講自己心裏那些話 所以三個小時,我要支持的時間是45分鐘 所以我之後要好好準備,新竹,冷,都要好好保重 最近身體不是那麼好,所以怎樣都要好好補充水份 還有穿暖,藍條頂頸巾出去,這些都是需要的東西 好,這一個就是今天的事,歡迎各界參加 我會將那個post再貼到Facebook一次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知道 除了今天的事之外,都要做桑普論證 今天才會再播這一條,因為我們星期五先錄 和傑斯錄的桑海神州,所以今天才會播出 看看那個影片可不可以盡快做好了 做多的話,早上我就盡快做好,按出來 做不及的話,今天晚上才放 希望大家給點耐性 因為我都不是機器人,分身佛術 有的,我盡量有Laptop的時候,盡量做到這件事 好,那港美新聞,昨天有新聞留了講的 就是關於夏寶龍 夏寶龍不是來香港 不過,他是通過全國港澳研究會 昨天冬至12月22日,在北京成立10周年研討會 他這個港澳版主任夏寶龍,北京發表重要講話 特區政府特別組織,香港分會場 邀請全體470名後任區議員 以及將會兼任區議會處席的民政專員 去到正總觀看全程直播 網上直播 OK? 換言之,網上都要看到你們 visualize 到 470人,仔仔一堂 看著你的表情 A人 AI 海康衛視 看著你的表情變化 這個很重要 看看你們本身有沒有什麼鼓劃出 總之你不要在家裡看 不要假裝看 因為家裡開著一部機 有個名字帶在這裡 接著你把畫面關掉 睡覺也可以 怎知道你有沒有看 總之確保這些區議員和政專員都會看 還有做完之後找一些記者 找一些黨媒 訪問他們 說得很棒啊 今天冬至日 看到他們那些夏寶龍的精彩講話之後 有如如如目春風精神爽利 真是能夠打死幾隻老虎 是不是? 很開心啊 這個就是他們要的反應 是不是? 所以你問那些 尤尖旺後任區議員黃書明 就是這麼說 類似的 他說 就是 冬至看到他們很開心 北區後任區議員 民建聯姚明 又說 夏寶龍有提醒我們的 不能夠打卡做蘇 要真打實幹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銘記於心的 我們姚明更加銘記於心 這些就是他們這樣的說法 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要搏出位 總之有搏咪時間 你就要說 哇 精神爽利啊 直接呢 這個 吃了幾個催眠藥都睡不到的 因為呢 好像紅紅烈火 看完夏寶龍 港澳版主席的說法之後呢 整個人呢 哇 年輕了二十幾年了 白頭髮都脫了幾條 黑頭髮生出來 有病 醫病 毛病 旁身 居家旅行 必備良藥 虛滑虛弱病 萬不要經 寒淡咳嗽 好似雪人融化了 夏寶龍 勢利 安心服用夏寶龍 夏寶龍呢 太陽出來了 太陽就真是出來了 這樣說嘛 這樣才有勁的嘛 唉 唉 港府就早前呢 已經向所有候任區議員 和區議會主席呢 發出邀請下 一起收看 北京直播 強調研究會是非常重要活動 要求呢 務必出席 一定出席 除非不出席 一定要出席 多名政府主要官員 和中央官員呢 今早早都有賭場 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中聯辦主任鄭雅雄 國安公署署長董經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 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弘正等人 夏寶龍 就在沙寶龍 就是這個重要講話 沒有作公開直播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會後 引述夏寶龍的講話內容 說他重申了愛國愛港的重要性 知道了 愛國這次講 全面管治權 你們大了 奴才扣安 總之 just kneel 總之 奶 絕 磨 零 零 零 人家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總之人家叫你做A 你做A 愛國愛港 中黨愛國 國產007 陳國基認為 陳國基引述夏寶龍認為 一直以來 愛國愛港 都是香港的優良傳統和 並祝福社會各界 一定要以大局為中 他說有時候 不要計 有時候 不要計較小我利益 一定要以香港和國家這個大我 為重要考慮 就是不要計較小我小你 或者小你爸爸小你媽 要計較大我 大你大你爸爸和大你媽的利益 這些大是重要的 不要計較小的 自己太少 要為社會 國家 民族 復興 歷史長河 去服務 這些就是 納粹主義 這些就是 共產主義 就是社會主義 有些人 就要拘分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 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 我都多餘 即是 一個硬屎 和一個爛屎 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屎 不過一個爛一點 一個是硬的 硬就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的就是爛屎 變成水汪汪還有些屎泥漿 那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 不是一Q 是吧 所以我就說 去到最後 你說要不要計較小 要計較大的 左批垃圾 那夏寶龍有希望呢 後任區議員 以上程下達 下程上報為目標 上程下達就是說呢 波斯叫我的東西 我pass through 我flow through 給你 do it 做 做 什麼叫下程上達呢 什麼叫下程上達呢 全面監控 收封 挖料 往上報 告密 OK 即是你那些隱私 你那些所有私隱 全部把他挖上去 上程下達就是說呢 上面要你做的事 你就做飽它 這個區議員 就是我詳細講一講 他分析不同角色 用那些什麼名詞 陳國基又引述夏寶龍 寄予政府呢 將來必須 貫徹會幹事 能幹事 幹成事 會幹事 能幹事 幹成事 我這些不是廣東話來的嘛 而且國語很難聽 會幹事 能幹事 幹成事 你說什麼差在那裡 總之就是說會幹事 和能幹事 和幹成事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你會幹事 就是幹成事 幹成事 那就是能幹事 能幹事 和會幹事 會幹事和能幹事 分別呢 總之有些分別 就是願意做事 能夠做事 成功做到事 那你能幹事 和幹成事 你研究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這些是垃圾 總之就是 全部東西都用這個方式 套話來處理 因為 習近平小學家 就懂這些中文而已 那他就懂這些幾個字 在那裡 亂來亂去 亂來亂去 就是這些 那夏寶龍的 依樣畫葫蘆 是吧 皇帝喜歡什麼 就講這些組合字 給他聽 是吧 全面貫徹施政報告 各項措施 包括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陳國基認為 夏寶龍對香港 講出愛國愛港 和大家團結一致 為香港做了好 做好的重要性 這些不是垃圾的 曾國衛就說 完善區議會選舉制度 是完善落實 外國者治港 最後拼圖 最後一公里 相信對日後地區治理 有很大幫助 曾國衛也相信 後任區議員會按照夏寶龍講話的精神 將地區做好 希望日後能夠跟新任區議員合作 今天四名後任區議員 也一起見記者發表感受 其中尤尖王後任區議員 黃書明表示 能夠在冬至這一天 聽到全 剛剛講的 聽到他的講話 如目春風 都很開心 他說 我們都抄了很多筆記 又認為夏寶龍說 語重心腸 要求各區議員做實事 這些 非之無甚高論 重要就是說 在自由亞洲電台上 有將他 夏寶龍 對於每一個 香港不同的成員 不同的職位 要做的事 有一個叫做 全面的講法 他是這樣講的 以愛港者為主心 要求區議員 不計較個人理的小我 以為國家成民俗成就帶我 又將立法會 認為管治團隊 立法會議員 就是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住 你不是為民請命 代議政制之下 你希望將民意反映 希望影響政府 壓力團體你都說不上 你就是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你不是一個壓力團體 你不是壓力團體 你連代議政制入面 你想要當家作主 成為民選領袖 民選代表 的機會都沒有 你必須要代表黨 代表管治團隊 不時去代表 香港人 這個就是香港 完全被專政被殖民的情況 我不是那麼適合用殖民這個字 雖然很好聽 他是被專政被壓榨 被獨裁 被擊決 被完全壓在地上泥的情況 中國 或者各個地方 你可以用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左派的觀念 不斷地理解 我知道有很多左派的人 學者 很喜歡講這些字 某程度上幾分道理 我也有試過講過 但 真正的重點是在於 極權 串制 這個才是真正的本質 殖民有很多種的 港英時代的殖民 他不是極權專制 所以那種殖民的情況 會給大家 很多美好的回憶 不是我們愛殖民 我們當然愛自己的香港人 有自己的主權 民主 人權 自由 法治 這個肯定是我們最希望要的東西 但是兩個之間的關係 我寧願是港英時代的情況 都不是現在的情況 這個就很顯然的比較 那麼 區議會是什麼呢 施政的助手 再說一次 施政的助手 要上程下達 下程上報 就是你 管治團隊的helper assistant 你不是各區裡面的民選代表 你不是為民請命 你是施政的助手 總之 You are nobody OK 施政是everybody You are nobody 明白 就知道你沒有我 你不是沒有小我 因為只有一個大我 而你的我已經沒有了 就是看到所有的納粹那些 很多的暴粗啊 大的parade啊 大的集會啊 一個人站在上面 其他的人呢 萬眾不騰 成為同一個人的 好像受他鼓劃 受他中了鼓毒一樣 變成全為他 一個希特拉 希特拉 極左派 我再說一次 他不是右派 他是極左派 劃分的點 就是他採取的東西 是背欺臣 而不是呢 就是行一條自由 而行真是美性的道路 這一條是絕對極左派 納粹黨全稱叫做 國家 什麼 社會主義黨 你硬屈他的右派 簡直是愚蠢的 OK 真正的右派 保守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 OK 清教徒精神 我想這件事 很多東西 為什麼會有分別呢 就是大家 對於 左右之間的分野 有不同的定義 我只是這麼說 但是我在我的 所有的節目裡面 都跟大家說 希特拉 納粹黨 是極左派 而不是右派 OK 以及極右無關 極右是不可能產生極右這件事 極右是什麼呢 就是你根本是極左 OK 我想這個是大家要搞清楚的一個情況 好 接著看回這個 他說商家和政黨 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先 商家要尊崇社會責任 去報效國家 實現愛國 愛港的重要使命 維護國家安全 即今天你商界 如果定立任何的條約 譬如你租的地方 譬如FCC 給記者協會 一定有國家安全條款 隨時收到他的地方 這個沒有的話 就是你違反社會責任 政黨 個個都有社會責任 以國家利益為先 你想參選 不行 你有沒有少我 沒有 有沒有少你媽媽 和少你爸爸 沒有 你只是大我 那就行了 可以做管治團隊的助手 好 他議員 做 上程下達 下程順順報的工具 你肯不肯做 你肯做的 職能起電 你不肯做的 拘捕你就可以了 或者說 你不要選 現在別人不要選 找人拘捕你 這個就是共產黨現在的思維 我在接受制衡下 有訪問的話 就是港澳辦破天坊 將國家任務說得這麼清楚 昔日政治中立 為民服務 作為政府監察者的公務員 和議會 只會淪為黨國爪牙 沒有為民服務的空間 OK 這一點大家都清楚 知道裡面的一些細節 剛剛都講了一些 他們將某些人定格去定義的一些重點 傳聞全部都是講一些愛國的思想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 香港已經是柔志及興的新階段 夏寶龍的講法 完全瓦解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角色 這個是港澳辦的新聞稿這樣寫 他說夏寶龍的講話 完全瓦解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權分立的角色 就是不要再跟我說什麼權力制衡 No OK 人性善良的 習近平是領袖來的 大家尊崇他 人多好辦事 叫做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 按照夏寶龍的說法 不論議會公務員工商界政黨商界 都是政府的輔助角色 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 官自大 黨自大 這些議會公務員工商界政黨商界 都是幫助黨國的 並且為立法會區議會公務員 重新定義 那麼他就認為 18萬的公務員 是以實際工作成效 來淺行愛國愛港 總之你做好這份工 就是這個重要 做好你的事實際工作成效 去淺行愛國愛港 所以我就說 當你現在是香港特區的公務員 當你已經效忠了這個中共政權 所以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外面的國家 還要歡迎國下 來這些國家移民呢 我再說一次 你是公務員 我不管你什麼理由 你沒有辭職 人家要你做公務員 你說我要等長良 沒辦法了 要簽一張字 要承認去宣誓效忠這件事 我就想問你這件事 為什麼 人家 好像是一個責任 去給你成為那個地方的國民呢 你憑什麼呢 是不是 即兩家茶禮你都要 這幾好玩 你今天可以宣誓到 你昨天宣誓到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中共政權 你明天可以宣誓 你效忠美國 效忠台灣 效忠英國 澳洲 加拿大 新西蘭 日本 wherever I don't buy it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辦法 你問我的話 我真的很建議 這幫人 留在大灣區 過了下半世 你要你那個不所謂的長良 於是乎你要兩家茶禮 你又要長良 又要舔共 又要舔共 又要舔美國 你大了 你 是不是 所以說 我不同情這些人 那麼多那麼辛苦去 反共抗共 那麼辛苦去為了自己國家打拼的人 怎麼看待這幫人 你自己解釋一下 解釋不了 是滾 立法會議員 就是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剛剛說了 區議員 就是作為施政的助手 上程下達 下程上步 發揮政府和居民的橋樑作用 工商界就執行社會責任的實際行動 共戰愛國愛港生氣象 政團社團就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的 我就說了 這些東西 完全不當民主是一回事 完全不當人權是一回事 完全不當自由是一回事 每一個人都是黨國爪牙 和我們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 公僕不再公僕 是黨僕 議員不是再議員 是跑腿 是善眼 以前 中英聯合聲明草擬期間 80年代初 沒有說過 這些說法 共產黨哪有說 以後 97年之後 香港的一國兩制下公務員 就是這樣 你戴卓爾簽不簽嗎 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97主權移交 中國都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2003年 國家安全法要立的時候 即23條立法要立的時候 沒有說過這些說話 一直都沒有說過 反送中的時候都沒有說過 國安法的時候都沒有說過 那麼清楚 去到今天 即昨天 12月22日為止 是講得最清楚的一次 毫無懸念 大家知道 這一點 已經是香港金飛色鼻 只是根據這一點 你不直播 但有記者已經報了出來 已經講給全世界知道 一國兩制 50年不變 高度自治 全部都是垃圾 沒有了 很多人都知道 但我希望 全世界 如果一旦知道這件事的話 沒有港澳特殊的情況 換言之 港澳人在某個時間之後 會和中國人是一樣的 香港人在某個時間之後 和中華人視為同一件事 客觀上是否同一件事 在所不問 但很多國家會覺得 比照處理 你本護照 特區護照 當然最終要換中國護照算了 你要去外國讀書 你就像中國的學生那樣排隊 哪個時候會 我不知道 或早或遲 那還不走 是的 所以我走了 那你說 那些人還不走 一定有苦衷 或者是 錢 能力 或者是 他 很多的原因 他走不行 但我只是說 局就是這樣 時間我不知道 他講得這麼白 然後你還可以說 不是一樣 你聽政治人物說的那些話 香港就只要講自己話 我們一起去吃飯 行街 北上消費 就行了 有什麼所謂 就繼續做奴才 就像做一個 夜繽紛 繽紛 繽紛的一個 小孩 這樣 但當你同言無忌 別人不當你同言無忌的時候 你便被人抓 我知道 紅線在哪 那你就做好一輩子的奴才 近二千多年來 中國都不缺這些奴才 所以我就說 香港人 如果我們真的不要做奴才的話 總是不作惡 盡力去照顧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留下來的人 不要做奴才 不要做一些喪心病狂食 玩買睡覺的奴才 在外面的人 不要只是躺平 我們要發展好自己的事業 同時 也要繼續延續回香港的精神 拒絕慰望 換起世界的關注 等待時機 隨途後繼 必定能夠突破缺口 夏寶龍在演講之中 他會講到 將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 這塊短板 盡快補償 這是共產黨的術語 其實我覺得這個詞 沒什麼所謂的 短板是什麼呢 木桶理論 我做律師的時候 那些夥伴經常講的 日本三溫暖 是一個木桶的 木桶一枝枝垂直的 為了圓形 斑好 木板在底 用來淋水 如果其中有一節垂直的木條 那塊板 短了的話 水就會浸到那個位子 這個是maximum 哪個最短的板 就浸到那個位子 不會多的 換言之 一個人去計算你的成就 譬如你的語文能力很厲害 但體能很差 那你的能力 就在體能的分數畫線 他們體能很好 但是呢 英文年紀 字母都不知道 那你英文極差 人家就會在你英文最差的地方畫線 OK 你音樂厲害 體育又厲害 但是中文呢 不合格 那就是在最低的地方 中文的地方畫線 就用這個東西定義你 人家永遠不會記得你的好的 只會記得你的壞 OK 這個叫短板 那你短板要補 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說 短板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23條立法 那所以我說 2024年了 夏年了 那接下來 李家超都答應了 習近平了 2024年不會做立法 那就是說呢 在現在國安法 還有被激活的一些 舊法律 譬如煽動罪啊 暴動罪啊 這些舊法律 基本上呢 多多一層 23條立法 講反間諜法 講遠對抗 23條之外 可能還有假新聞立法 全面這樣做好 維護國家安全 變成了密不透風 每一樣東西 大的刀 中的刀 小的刀 全部都有了 即是變成了 你自己一個 香港變成一個屠宰牆 很悲哀的 在這樣的情況 外之切 他不理的 總之就是說 香港要將它crush 我要不要 生金雞蛋的一隻鵝 沒有 金雞蛋的雞 金雞蛋的雞 金鵝蛋的鵝 金鵝蛋的鵝 在所不問 OK 所以這一點是 很清楚的 那 我想 大家都知道 不要以為 共產黨是求財的 即是國民黨現在有些人 你跟他互通有無 有錢的話 他們會OK的 對台灣好些 NO 共產黨要的不是錢 這麼簡單 當然要錢 要技術 要人 要 但這件事 在商人 尤其是在商界看到 很多人 共產黨要這些 他用交換的概念 來看一件事 我給一些東西 換回一些東西 就可以了 共產黨不是跟你交換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沒有交換這件事 控制 權力 之後將你同化 你有沒有看過喪屍字 喪屍那條片 即是韓國 有些Zombie 他們的所有Zombie 出來 其實是咬人 有什麼目的 你可不可以有東西 跟那些Zombie去交換 然後你不要咬我 Zombie 你聽話 我給狗肉你吃 你吃 吃不知你不要咬我 會不會這樣 你可不可以跟獅子說 我給狗肉你吃 你不要咬我 我們談好了 當然不會了 招式不夠肉 就招咬你 為什麼 他們叫獅子來的 叫蛇來的 共產黨來的 大佬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他跟你交換嗎 就咬你 為什麼要咬香港 防止分離 覺得這幫人不壞 要殲滅 防止惹起中國的民變 防止惹起中國的政變 防止外國借香港的食物槓桿 去干擾中國的內政 所以更加要將香港的特色 完全摧毀 它才安全 我沒有了它做航運中心 貿易中心 物流中心 金融中心 變成為止 在所不惜 原因 我是一隻獅子 我不跟你講數 你搞清楚這一點 就是明白 我講這麼久 關於共產黨的說法 OK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那我都要去準備了 下次再跟大家講 希望遲些 我們很快會將 蘇海神州的節目 拿上來和大家放 希望大家 多點留言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繼續支持 課金 贊助本人 多謝各位